大家好 欢迎来到Oh My Car 这也是汽车界的众草天堂 30岁是最近人们在平反讨论的年纪 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 从刚刚毕业的懵懂少年到30岁这个关口 似乎真的是眨眼之间 你来不及感叹 白居过西 时间如水 也由不得你 愿不愿意 你已经站到了这里 30而立 这是个安家立命的年纪 你需要一台大一点的车来满足一家出行 30而立 这是个颜值当道的年纪 你需要一台漂亮的车子绽放自己的魅力 30而立 这是个全力以赴的年纪 一台全能的SUV 让你拥有更多可能性 如果我恰好说中了你的内心 并且你手握40万左右的预算 那么听好了 买它 皇马X3 完美契合年到30的你 开宝马坐奔驰是汽车界亘古不变的准则 而作为一台SUV X3 也丝毫没有放松对驾驶感的追求 220T发动机分三个不同的功率调教 最基础的25i 也是我自己的台车 其实动力已经挺轻快的了 而这台最顶级的30i 动力可以说是酣畅淋漓 252马力 356米 动力是非常强劲 特别是你在高速加速的后段感受尤为明显 81T变速箱与发动机配合默契 标配的XDrive四驱系统 时刻为你保驾护航 其实以上我所说的还不是我对这台车最满意的地方 作为一个两年的X3车主 我对X3行驶方面最满意的是它的悬架的表现 它既能快速回弹毫不拖沓 又能时刻保持非常棒的舒适性来面对坑坑洼洼 其实年到30你需要一台快点的车来时刻保证效率 你更需要一台舒服的车来安慰自己 到了豪华品牌这个级别 配置一定要拿得出手 这台X3配置就非常的丰富 我们首先来说全系标配 M运动套件 带自动远光 随动转向和矩阵功能的自适应LED大灯 19英特轮圈 电动尾门 全景天窗 全液晶仪表 无线CarPlay 座椅加热 三驱自动空调 均为全系标配 其中全液晶仪表和座椅加热 是从2020款开始新增的标配 让我这个脑款车主可以说是口水一地啊 此外这台高配的302车型 还多出了非常关键的 包括全数段ACC姿势影响单内的增强型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选择 绝对能满足你30岁的各种需求 30岁是个走向成熟的年纪 豪华套装多用副个点缀 更有高级感 适合成熟内敛的你 30岁也仍然是个青春飞扬的年纪 M运动套装更加年轻 时尚一改这个级别车 沉稳游历的风格 让SUV也能集聚运动感 X3两种外观价格一样 任你选择 到了这个年纪你一定会明白 选择多了 你的路才会更加的宽广和从容 宝马X3为标准轴距影镜并没有加长 说实话这个后排空间在同级确实不占优势 但是其实我正是因为X3这车没有加长才买的它 因为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开SUV就是应该原汁原味 现在X3已经标配了后排头枕的小软件 并且后排这个靠背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后排乘坐的舒适性 点火时的排气声有一种性能车的感觉 这只宝马往里准备了一个小彩蛋 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增强型驾驶辅助系统用户体验业界领先 高速环度以及拥抱路段都能很大程度的降低 驾驶者的工作强度 片刻的休息是为了之后更好的奋斗 相比于十几岁 十几岁在校园里张嘴闭口都是法兰利南波基尼 二十几岁出入社会囊中羞涩 只要买个代步小车 三十岁的你实力更强 需求也更多 因为SUV的多功能性 所以选在SUV很大程度上 意味着人的成熟 而有时候成熟并不一定要牺牲快感 宝马X3可以很好的兼容实用性和驾驶感 三十不易 人和车一样总是越来越走向同质化 但是谁说SUV就只能有力 X3就性格迥异 保留了一份运动和倾心 三十不易 在这个开始有担当的年纪 一台多功能的车 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 三十不易 这个年纪不应贪图安逸 而应让这样一台懂你的车 与坚持梦想的自己同行 喜欢记得分享哦